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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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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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脚杨幂刘凯威送小糯米上学 后脚有网友爆料 其实身为人母的杨幂自己才该充充电 因为她的英语实在太烂 全靠拼音来记单词 秘密的长项明明是唱歌 你又何必为难她 该网友指出早在2012年 大秘密拍某可乐广告时 秘密就把每一个英文单词上面标注拼音 而这些英文单词基本都是小学预科水平 除此之外 当年秘密和刘叔叔一同追忆嘎那之行 大秘密也把嘎那的英文C-A-N-N-E-S 听成了G-A-N-N-E-S 像当初公公流单吹牛 俺孙子小糯米可是普通话 粤语英文随时切换 求小糯米了 请你辅导一些妈妈的功课吧 因某鸡牌宣传片爆红了鸡牌妹 走红之后一向嚣张 不仅公然称大陆是国外 还骄傲放纵了在某节目里放话 失去那边的市场 对我来说一点都没关系 我一点也不想赚那边的钱 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最近鸡牌妹居然屈尊下凡广州 拍摄某麻将题材网络电影 说好的不在乎内地市场 说好的不想转R&B 说好的骄傲自豪 到头来真的只是说说 这自行打脸的声响 简直比鸡牌还脆 虽说妹子言而无信 但是我家大门常打开 还是热烈欢迎你的 毕竟赚钱机会要留给同胞 再说了你也便宜哦 当一众国产片还停留在走 青春爱情路线时 大洋辣一边的怪叔叔们 却将众口味进行到底 去年情人节上映电影 五十度会让不少小情侣 大赏姿势 今年该片续集 五十度黑已经开拍 并由纸牌舞导演 詹姆斯弗雷亲自操刀 年轻的女大学生 无可救药地爱上霸道总裁后 她依然会遭受总裁的胖造吗 敬请关注 昨天网上爆出一组 五十度黑偏场照 只见女主达克塔 约翰逊身穿性感泳装 又是晒太阳 又是遭遇男主宽衣解怠 只是歪歪一下 就让网友比鞋留了一地 911马 这里有个男的要加暴了 这年头啊 不听一听民谣 不去一下音乐会感受一下 真的不能说 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 那么今天呢 你能你先说板块当中呢 就请到了民谣界的三大天王 宋东野 姚十三 跟马迪 听说这三位呢 聚在一起 一言不合就造神曲 马上来感受一下 这个音乐圈的 泥石流的感受吧 他们说我 潦倒颓废 脚丝气质太多 他们说我脾气古怪 枯燥无畏 他们说我粗野流氓 一言不合就飙车 审美激情 少了最初的真诚 货力心 一言不合就渺身 老司机 恶趣味 不文艺 只矫情 脾性乖张 没个正情 满口胡话 目无张法 音乐跟不上大潮流 歌红人不红 那又怎样 L3是有台的 但可惜嗓音不适合舞台 我的声音比较的偏薄 然后确实比较适合去唱和声和做幕后人员 马迪就是以小公主玻璃心 一碰就战 你说是不是就是 骗我们说爱情是过眼云烟的东西 自己去偷摸结婚了 我觉得谁在青春的时候都有犯混蛋的时候 但是现在不是了 人都会变吗 脑残粉整天逼逼 十三不红 天理难容 就不能拿作品来说话吗 有关于作品的事 大家都在努力 只不过现在 再怎么做都和以前可能很相似 就没有太多的比较和意义了 南山南简直就是民邀界的小苹果 你说是就是 不喜欢宋东野 一听到他的歌 他的声音就想到前任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不好意思 可变菜唱嗨了就脱衣服了 我问你那小身板有啥可看的 我觉得我的比较苗条 我要是健身的话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练出来 如果以后看到我变成肌肉男的话 大家不要害怕 马迪的歌全是小情小爱 他也没深度 我也觉得是 宋胖子你再不出新作品 你的歌都要被选秀歌手唱完了 其实我要郑重地感谢一下选秀节目和选秀歌手 因为他们唱了我的歌 可以让我在写不出歌的情况下 还能多挣几个月的钱 宋东野和马迪为何这么捧姚十三 是不是因为爱情 肯定不是 因为我是个外地人 从刚开始喜欢您到现在 您整个从一黄花菜 胖成了冲天大脚瓜 胖了20多斤 唱得比谁都孤独 睡得姑娘比谁都多 这个想法是不太正确的 实在听不惯姚十三歌里那种 浓得化不开的惨 这个和自己之前的很多世界观 还有人生观有关系吧 马迪和姚十三之间 隔了100个宋东野 是 你说是就是 宋东野也就只能靠吸引 自以为文艺的青年 来提高自己的逼格 我没有想提高自己的逼格 但是我也是一个 自以为文艺的青年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今天是9月1号 也是各大中小学开学的日子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开学时候 大家是对新学期有所希望呢 还是觉得特别不舍刚刚结束的暑假 那我是觉得 后者肯定是我的菜 另外呢 看开开学那几天的状态肯定不好 因为暑假最后几天 敢做也敢到死 不知道各位 你们有跟涛嫂同样的经历 来说一说大家开学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分享一下 好了进入到点歌环节 这位导弹小子0802 滔滔啊 看看我吧 这么亲密 每天中午必看全力乐早八点 但是呢 一直潜水的我突然好想点一下歌 最近听到TA Boy的王俊凯作曲 以及演唱的速度 觉得很不错 希望能够被点中啊 哇哇哇 拜托拜托拜托 天哪 现在三小只越来越厉害了啊 现在单独发展也是很强势啊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明天啊 纯情小骚男 哈哈哈哈 学诗前霸占了全娱乐的点歌栏目 确实是这样的 那我就拯救一下涛哥吧 那我点一首林俊杰的《冻结霸》 哇 听到冻结以及江南这些歌的人的话 都应该是我这一辈的吧 真的是很复古啊 下一位 也是很有品味 2 ZZQQ 最近分手了 他把我的联系方式删了 突然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将点一首分手快乐 祝自己感情好起来 没关系都分手了 删了又如何对不对 最好的解决自己心情不开心的方式呢 就去找下一个 找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给他看一看 让他无地自容 好吧 好了 以上三首歌 大家想要听到这首歌赶紧来投票 节目最后 非常默契的一首薛之谦的初学者 天呐 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是 叫做那个薛之谦之全娱乐早八点吧 真的被他承包了啊 好了 那大家想要了解到娱乐圈当中 更多的娱乐资讯的话 扫一下这里的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加入进来 好了 我是温套 明天全娱乐早八点八点钟 不见不散 拜拜